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6月13日,南韓食硬黎班亂,星期日下午,2022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继续进行,届时身处H组的南韩,将对阵黎班亂。 南韩目前有13分牌在榜首,他们金像只要拿到1分就能确保以投名的身份,晋级下一阶段,况且金像对手黎班亂整体实力右远不及几队,当然看好南韩顺利赢这场分组赛收官战。 在欧洲赛场大红大指的头号球星,孙兴文等人的加持下,南韩无疑是H组的最大出线热门。 他们亦不负众望,在头五轮分组赛取得4胜1和的佳绩,现在领先黎班亂3分排名榜首。 难得的是,南韩五战总共攻入20个波那么多,而且还是分组赛40队当中,唯一保持清白之身的队伍,感出色的攻守演出,令人敬仰。 南韩由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至今,仲从未缺席过世界杯决赛州,当中最佳成绩为2002年的第四名,其大赛经验在亚洲泥港是首屈一指,就连亚洲足弹的一哥日本,也要信息不少。 今次面对未曾冲出过亚洲的黎班亂,南韩赢波不在话下。 黎班亂今届分组赛,开局表现十分惊讶,他们头四轮斩获三胜一和,成为南韩争取投名出线的最大威胁。 在上将对阵土傅慢,黎班亂本来只要不输球,金将甚至有望掌握主动拳,他们在比赛中也曾经一度反超比分,看到得到分的希望,只可惜在后为文苏雅艳雄离场后,彻底破灭,最后中三分进失。 在足球历史上,黎班亂从未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州,就算在进入亚洲杯决赛州,也只有两次的经历,而且全部都是分组赛阶段就打到回府。 黎班亂目前世界排名第93位,亚洲第14位,比起世界排名第39位,亚洲第3位的南韩显然有很大的差距,黎班亂今铺只怕会空多吉少。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,和赞我们的page。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。 多谢你的赞,和支持。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赞,和赞我们下율点出。